人在战壕爬 雷从天上见 这段拍摄于1924年的珍贵影像 真实记录了直凤战争前线 士兵冲锋杀敌全过程 随着长官下达冲锋命令 所有凤军立即冒似冲刺 眨眼之间便有几位士兵重弹倒地 强烈的刺痛让他们痛不欲生 可无论他们如何呼喊 也没有任何战友敢停下脚步 对他们进行救治 毕竟在大部队的最后方便是凤军督战队 一旦士兵停下脚步 督战队便有权力直接以叛军名义处决士兵 在猛烈的冲刺后 凤军终于在人海战术下 成功拿下一处高地 幸运的士兵纷纷挥避呼喊 以庆祝此次行动胜利 一直到战争接近尾声 救援部队才开始进场 他们手拿借义担架 快速将伤员抬离前线 整个动作一气呵成 为了提高抢救成功率 救援队会优先选择轻伤人员 对于受伤严重的士兵 等待他们的只剩下死亡 据影像档案备注显示 镜头中的部队 为张宗昌挥下雇佣兵 他们配备着精良武器 虽有一定伤亡 却在此战役中势不可挡 九门口要爱被快速突破 整个直系防线 也被撕开一个长长口子 为第二次直奉大战胜利 埋下了伏笔